這個題目就叫做快肯準全方位訓練 我們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副港師 歐陽嘉謙先生 跟大家講一講 怎樣選擇一個適合你的訓練模式 我想在座那麼多位一定有做好運動的 所以這個題目一定適合你們聽的 我們將這個時間交給Kelvin Hello 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環節 我們就是Calvin 今天我們講Speed and How, 速度和法力的訓練 是速度和法力的訓練 好,講解一下,我關於我自己 我小小就是在高倫巴大學讀書 然後讀人體動力學 然後就在香港中文大學的Sport Medicine 讀Master's 然後現在就是中大的Calbo,讀老師 我小小的運動背景 我籃球和籃球都有打過的 大約十四到十八歲這個時段 兩隊的運動,籃球和籃球 都代表過香港去比賽 當時的訓練的exposure 訓練的exposure都挺艱苦 因為同時要亂練兩隊的球 和兩隊的需求都有點不同 也是一位體能教練的 我是一個體能教練的角色 今天我幫很多球隊都有做體能訓練 我首先想問一下大家 為何在這裏要聽這個talk這個時間 為何你想發展速度和力 是否因為你是教練 是否因為你是運動員 可能兒子都是運動員 等等 然後你想幫他們去增加 增強他的速度和爆發力 然後令到他的運動表現提升 這個是我們大家的概念 全部人都想的 我每一次試過去到一個球隊 和他們做事 或者跟一些運動員聊天 他沒有說過 我想快點 我爆發力厲害點 這個是一定會聽到的 然後今天我會想 雖然我借了大約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想給大家一點點資訊 然後給大家一點點訊息 大家可以頒到自己的訓練 和概念 有多一點點的想法 OK 好 首先 我們經常都要問 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 訓練速度和力 我們要知道 運動 你玩什麼運動 需要 所有東西都要問 為什麼 如果一個長考的運動員 要不需要練速度和爆發力 一個桌球的運動員 要不需要練速度和爆發力 這件事是你要自己去想 和經常都要問 為什麼 教練都會經常說 我想他們硬正一點 我想他們快一點 你說哪個動作 為什麼 那你才有個明確一點的指示 你怎樣去幫他 訓練他的運動員 或者訓練自己等等 這樣 OK 那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描述 某程度上 我們經常都是 所有人都有個夢想 OK 你是業餘運動員 職業運動員都有個夢想 那我們有個開始 那通常 中間這個點 我們經常都不知怎樣 去進行到這裡 那就是透過訓練 和無數的起同點 OK 這個Journey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下 有什麼東西 你們是可以帶回家的 令到你這個Journey 容易走到這裡 OK Great 好啦 那講一講 一樣要optimal performance optimal performanc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 怎樣你可以做運動的時候 去到你最高的表現 OK 那有很多很多解釋 那經常人都說 in the zone 有個運動員 in the zone 金晶火眼 他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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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長波 他對著 他對著 他全全都入了局 但是為什麼可以入局 他怎樣入局 當然 一就是mental 他腦裏面 第二 就是 他要有 physical condition 如果他腦很想做一件事 但是他身體根本是去不了 其實是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就今天要講 怎樣可以train到你的身體 肌肉發展到可以加入到你的速度 以及你的神經系統 怎樣可以追到你要做的動作 OK 好 那腹重訓練是什麼 那它對著我們有什麼好處 其實腹重訓練就是純粹 你的身體動一塊很重的東西 對抗一塊很重的東西 然後你身體的肌肉長期都有伸展 還有伸展和放鬆 一直都是這樣的 就是一直有一個contraction 這個就叫做resistance training 那它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好處 第一就是 可以令我們的肌肉變強 第二就是可以訓練我們的平衡 當我們之前弄成左腳 左腳的肌肉小了很多 然後一隻腳大 然後一隻腳大 然後一隻腳 我們可以訓練 那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的肌肉的靈活度 關節靈活度強一點 我們改善我們的平時的日常姿勢 做運動 還有可以將我們的關節又可以強化 去學到一些新的動作 那希望我們一會兒都會做一些示範 大家都會學到一些新的動作 在大學期 還有最重要的今天就是 可以令到我們快一點 和爆炸力厲害一點 OK 好了 那首先我們做運動 我們要做一個教練 我們自己做運動 要了解自己各項運動 需要些什麼 是在用什麼的能源 身體的能源 OK 現在下面有三張圖 OK 推圓球 400米 還有大家 我不知道認不認識這個 聰Sir 長跑 就是跑山 香港是一個最厲害的運動員 就是跑山 長跑 OK 今天我們要分三個項目 我們平時做運動 要知道我們的運動是什麼 是在用什麼能源 讓我們身體動 OK 通常有時候都會搭著 但是我們要分開明顯三個 第一個 就是 Cretine phosphate 這個是正式爆炸力的東西 對 正式爆炸力 通常是零到十秒 OK 最大力 扔一球 扔一個推圓球 100米 就是Cretine phosphate 這個 第二 就是糖分 OK Aerobic 無氧的 但是用身體裡面 肌肉 糖分 去運動 大概400米 就是這些 最後就是 大洋 Aerobic system 大洋 就是沖水 OK 我們今天說的大致上 都是這兩樣 速度和爆發力 通常會倒入這個 類型 但是 可能打籃球 踢球 其實有時候會混合和混合 三樣都會用完 做運動的時候 但是我們分裂 只是說這兩樣 如果真的想練速度和力 你要針對性練這兩樣 OK 好了 這個是小小的一個 你understand 你做所有運動 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動作 有時向前 有時向橫 向後 我們要知道 我們訓練的時候 是練的什麼方向 這個是一個 想讓大家知道的 如果我是想練 後退的速度 我不會去練 橫向的 那我們要針對性去練 記得所有東西 問為什麼 和你針對性去練 OK 那我今天 入正題了 我們講的 就是講 怎樣練速度 以及有幾樣 可以幫你練到速度 的訓練方式 去讓大家試一下 和聽一下 好 首先 我要問一下這個問題 這裡下面三張圖 我想問 誰覺得 我問下一個問題 我指你們舉手 最大力的一個運動員下面 你們舉手最大力 力量 OK 誰覺得是他的舉手 誰覺得是中間的舉手 誰覺得是中間的舉手 只是想力量 力量 對 誰是中間的舉手 誰是這個舉手 對 對 OK 大家 我都覺得有一個概念 就是有時變力量 OK 不代表是越多肌肉 就是越大人 這個是一個概念 我們是要明白的 這個是一定要帶回家 OK 第二 速度 這個是不用想的 我也知道你們會答得對的 誰覺得他最快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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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 最快 全世界最快的一個人 他當時是 OK 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練 肌肥大 這個字叫肌肥大 hypertrophy 就是練健身健美的人 健身健美的人 就會訓練到這些science OK 我們練爆炸力和速度的時候 經常我們訓練 都要有一個字眼 是要留意的 Time OK Time 時間 OK 我們練爆炸力和速度 經常都說 Developing power 是ability to exert a force 最大推一件事 在最短的時間 最短的時間 OK 他可能推很重的東西 但不是最短的時間 OK 可能重複重複這樣推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定要帶回家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有時 練速度和爆發力 不代表會 碰碰碰碰碰碰 變得很大隻 俗話的尺寸 OK 有些降體力 瘦一點的運動員 都可以很快和很大力 OK 這個是一個概念 大家要知道 好了 我們怎樣控制這件事呢 就是 有時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只講舉重 舉重 為何可以大一點呢 就是練兩種不同的方法 這個叫Hypertrophy 上面那個是健美用的 健美健身用的 通常做的下數和早數 都是會多些的 OK 他們8至12下 大約3至6組 休息的時間很少 因為其實他們想逼肌肉 有多撕裂得多撕裂 OK 講了Tear Fibers 然後撕裂了 OK 你Overtime 三天之後 回復了 你的肌肉就會越來越大 OK 這個是個Goal 我們叫肌皮大 健美的這個Goal 就是想肌肉越來越大 OK 我們練習速度和爆發力 反而我們看下數是很少的 1至6下 OK 大概3至5分 休息是3至5分鐘 即是中間 我們會阻於做之間 休息3至5分鐘 原因是我們想 我們的神經系統 OK 我們腦 肌肉 要適應 拉一個很重的重量出來 我們要慢慢長期的適應 拉一個很重的重量 還有我們的重量 是會多很多 100%就是我頂盡的 最重的重量 那我只拉一下 但是休息5分鐘 然後我做3至5 set 那我就可以慢慢適應 我身體的腦袋就告訴我身體 原來我得過這個 一下一下去做 休息久一點 然後我over time 事情就越來越輕 然後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日積別累 就可以加重 越來重 越來重 這個小一點的concept 給大家知道 OK 那我們來一些 有趣的訓練方式 好 我現在想大家 站起來 接下來這幾樣東西 我都會想站起來的大家 做些示範的 OK 這個叫做Ballistic Training Ballistic Training 有個字眼 很有趣的 就是 這個Flight Phase Flight Phase Flight就是 飛 飛行 OK Flight Phase 就是 你要是等一件物件 要是你自己 或者自己跳向前 一個Flight Phase 我們怎樣可以練爆 快速度 現在我想大家 拿著你的電話 拿著你的電話 對 就是要拿著我 拿著電話才拿 不要丟到我那裏 不要丟到我那裏 最大力 Hold住你的電話 但是 摔出去 OK 好 我見到摔出去 摔出去 大家現在最後那一下 不是丟的 你會Dub Brake Dub Brake 就是我們駕駛 Dub Brake 停在那裏 但如果我真的想練 真正的爆發力 和速度 我是會 放手 不要丟到我那裏 不要丟到我那裏 我是會放手的 所以現在很流行一些 新的訓練方式 就會拿著藥球 要一些運動員 最大力 丟到藥球 推出去 做這些去練 它的爆發力 和速度 如果 它有Dub Brake 它不丟到 不用全力 其實它不是在練 它的爆發力 因為它根本都沒有 用身體所有的肌肉 去產生最大的力量 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Ballistic Training 就是想我們 Bum 丟到東西最快最大力 做多少 記得 這個中文的字眼 我不太熟 但它就叫Ballistic Training 就是丟到東西的訓練方式 丟到東西 你看這個運動員 在推這個瓦鈴 是有點危險的 但是 如果在一個適合的情況下 它非常有經驗 它都可以試 OK 這個叫Ballistic Training 是可以幫助大家 練習速度和力量的 第二個 就叫Plyometrics 其實Plyometrics 就是一個 都是很久 很舊的訓練 但是其實它很有效 Plyometrics 我給大家看兩條影片 一個 很快的 第二個 Bum Plyometrics Training 就是想在這裡 試和練 我們身體最彈性的肌肉 肌肉組織 因為肌肉其實是一條橡筋 我們不要以為它只可以舉很慢 去幫我們 其實一條橡筋 是最爆發的一件事 肌肉是可以 這個叫Plyometrics Training 就是在練兩件事 Ground Contact Time 和Leg Stiffness Ground Contact Time的意思 就是 譬如說我現在跳到地上 我會邀請大家一起陪我做的 但我先試一下 我跳到地上這樣跳 OK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覺得我現在跳 快點和爆發力更厲害 只有下一個 舉手 一眼 這個是一 示範一 好 示範二 是 你說示範一 還是示範二 快點 二 是的 這個就是Plyometrics 我就想 有我的腳碰地下的時間 有幾少得幾少 我就真的這個叫爆發力 就是一碰 就走 立即走 如果你在這裡訓練運動員 或者自己想試呢 我們都可以自己 試一下 我們一起試一下自己 小心地下的東西 我們不用跳到最高 試一下 F 我們都是最大跳的 但我們Hold住 在下面 預備 1 2 3 跳 再來 1 2 3 跳 這個是非常久 和慢的Ground Contact Time 我們試一下回彈 很快 只要 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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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得高一點 OK 一起試一下 預備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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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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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都是說這個叫做triple extension triple extension 就是看著這個運動員 他起 開始了 他會做一個triple extension 一 腳腕 膝頭和腰伸直成一直線 一直線 三點 triple extension 一直線 OK 這個是奧運的爪舉 這個一樣 這個是clean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olympic lifting呢 其實跟剛剛quentin說的都相似過 就是我們的腰 要懂怎樣去extend OK 這樣extend 如果我跳 一樣我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你覺得我這樣跳得高一點 第二 因為我extend the hips OK 好多運動員 他在跳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dead liver 硬拉的動作的時候 他不會去extend the hips 用了一些臀部 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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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收縮 用了身體 下盆的肌肉 他令我跳得高一點 然後呢 這個就會inhibit 令我們跳得沒有那麼高那麼快 所以奧運爪舉的原因呢 就是 整天都那些運動員可以令到他 教他們怎樣 不推 力向上 爆發向上 他會非常重的 他拿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奧運爪舉的好處 OK 好 這個就是 我上年也有講的叫VBT 這個illustration很有趣的 這個運動員 拿的重量是完全一樣的 OK 但是 大家看一下 他動得快點是誰呢 大家覺得是A還是B 動得快點 B 是動得快點 那 大家看看他的trial 很簡單 那 B 是動得快那麼多 B 是那麼多 平均是快16% OK 那 你訓練的時候 純粹這個velocity-based training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練速度和爆發力呢 我邀請你們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要快 這是第一個 criteria 你要練速度的 你就要快 OK 練爆發力的就要 盡量自己爆發 有爆發 OK BBT 純粹是這樣 是啦 Time 你的power 大一點的話 你的time 要短一點 純粹 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concept OK 好了 這個很快啦 給大家看看 就是 我們講那麼多練速度和爆發力的東西 我們都要練一些核心肌肉去保護自己 OK 我們這些核心肌肉的東西 記住 我們不是只要保護一個plank 就夠了 因為我們做的東西實在太爆發 太勁了 所以我們要做多一些 這些所謂的dynamic core stability 這些就是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自己記住 我們經常練習爆發力的話 我們都要做一些核心的肌群 去保護我們的關子 我們都要做一些核心肌肉的肌肉 OK Y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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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irrelevant 但是 它就純粹在說 如果你是一個運動員幫你鋪排的時間日子 你練 什麼時候練速度和爆發力 去預計他的比賽 這些是有些深入的 我今天忘記了 到最後 就是記住 這個是你想練 或者你的運動員想練 你的子女想練也好 你要跟他溝通得好 你要知道他為什麼想做 還有要有溝通 因為如果他不可以貌貌而盲 在做一些東西 他自己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教練的話 這個是for you to know OK 好 今天就搞定 Thank you very much 希望你可以解決你多一點 Thank you